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肯定各党派充分沟通讨论市府所提的追加预算案 为市民荷包把关 而市长谢国良则是鞠躬感谢市议会给市府的各项建议 未来检讨思考编列预算时会更贴近民意和议会的需求 基隆市长谢国良鞠躬感谢议会议员们的指导和鞭策 历经对追加预算案激烈的讨论沟通工房 以及包括各党派议员对新上任市长谢国良的市长施政总质询 基隆市议会第二十届第一次定期会 六月十二号正式闭会 基隆市议会议长同志威肯定各党派充分沟通讨论 市政府所提的追加预算案 为市民把关荷包的责任 我想今年的这个议事厅非常热闹 也针对这个六项提交大会的讨论预算案 各党派的议员同仁都有非常热烈 专业浅多元的讨论 充分展现民意代表 为市民把关荷包的责任 我认为这是一个相当可贵的沟通过程 也看到基隆市文化认同的不同面向 感谢所有议员伙伴议员同仁 基隆市政府各举出首长同仁 也谢谢我们市长谢国良 会期期间的沟通与配合 让定期会圆满结束 而上任市长后第一次历经 基隆市议会各党派议员 直询洗礼的基隆市长谢国良 则是鞠躬感谢市议会 给市政府的各项建议 特别是有些政策说明推动上 没有想到的细节 也强调会更虚心受教 检讨思考未来编列预算 以及推动市政时 如何更贴近民意和议会的需求 说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因为看得出来每位议员 你们在专业上 尤其是在你们的选区上 跟对基隆的了解跟关心 是发自内心 而且深刻的体会 民众的需求 那在座的议员给我们提出很多建议 其实我们都很认真的有在聆听 那有做的更需要改善加强的地方 我们也都有记录下来 在这一次我们提出追加预算的过程中 我们的行政团队也有自己体会到 针对于我们内部的沟通 以及未来在预算通过后 我们要更如何更贴近民意的 来把这些预算跟证件落实 我们自己也深感责任重大 总之我们会用更虚心受教的方式 跟态度来继续的完成 这一次议会支持我们 所追加的预算 那对于我们议会 有三组的预算的科目 跟项目跟金额 我们也会继续检讨 去思考如何未来在预算的呈现上 跟在预算的编列上 能够更符合议会跟民众的需求 我们也希望能够做更加的改善 总之我们的团队 非常的感谢 而且非常的认同 这一次议会给我们的很多建议 其实有很多建议 都是我们可能还未思考到 或者在做到一半的时候 没有想到某些细节 某些点 很感谢议会的议员 都有跟我们指导 跟我们点出 所以总之 非常的感谢 可不可以容许我一举功 跟大家谢谢 那我们在下一次的这个会集之间 我们会更努力的完成 这一次预算通过所做的各项 未来的执行工作 我们也会希望 我们下一次要准备的更好 来面对议会的一个相关 给我们的一个询问跟指导 谢谢大家 谢谢 议长同志位也特别感谢市议会联席审查会主席何淑平议员在主持预算审查时 调和各党派议员意见的辛苦 他其勉市政府听取议员们的建议 共同营造友善市民的环境 连结中央和地方资源 强化民生和经济建设 让市政更进步 大家都是重要的推手一起努力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基隆市长谢国良针对近期民众和议会非常关心的治安与交通问题 希望市府团队能够有效处理 因此亲自主持警察局召开的专案会议 讨论实际的执行方案 针对近来民众与议会关心的治安与交通各项问题 基隆市警察局召开专案会议 由市长谢国良亲自主持 由于市长公务繁忙 因此特别抽空定在中午12点进行 会议一开始 市长谢国良就提醒大家先吃便当一边开会 针对交通跟治安议题逐条讨论执行方案 也结合市府相关单位一起来研讨 针对于监局达人等等 我们跟警察局张局长及很多干部 我们也想针对议会所关心警政很多问题 我们也想积极的探讨 并且对议会的关注做出正面的回应 那当然警察局在这段时间真的非常努力辛苦 所以我们在现在在街道上看到无家者变少了 然后我们也看到现在大家基本上都会离让 反而是现在行人如果不守交通规矩造成的伤亡 那行人其实一般来说他也是负担 但是也造成了城市的一些相关的整个作业上的一个负担 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会针对这几个议题好好来讨论 那我们肯定张局长跟我们的警察团队在这阵子以来的努力 所以他们的辛劳跟他们的这种繁重加急 我们也要去思考如何解决 这个也在今天讨论的议题当中 有鉴于我们的市民离让行人的越来越多 守法的人越来越多 所以我们过去每一天这种稽查是20班勤务 我们从6月5号改为10班勤务 不过我们会做滚动式的检讨 那第二个就是噪音 以及这个改装车的问题 也感谢议会郭敏秀议员 他提拨60万的这个建议款 给环保局买一个取缔噪音改装车的机器 然后委托警察局来执行 那由于警察局是24小时全天候 他的人力他的机动性都可以很快速的到达 有噪音的地方应该可以对这些 有噪音跟改装车的这些分子 可以给他一个当头的棒喝 因为我们有机器 只要一测超过那个分配标准 我们就马上开单 那再来也感谢市长议长的支持 因为我们基隆被新北市台北市桃源夹在中间 那他们都是直辖市 他们的远景一个月多了8千多块的环中加急 那可是基隆的远景一样做同样的工作 一样那么辛苦但是没有 那这一部分也感谢市长跟议长给我们的支持 不过因为这个权责是在行政院 我们还要在努力的争取 那最后一个就是 这个红信的酗酒的精神 有一点异常的人 因为现在感谢卫生局 我们已经送到某某医院在戒酒治疗中 不过可能6月20号他就会回来 届时如果没有改善 可能我们的勤务还要再加强 防患他这个治伤或者是伤人 透过这场专案会议 警察局结合市府各单位的力量与资源 希望一起让基隆的治安和交通更好 打造基隆成为有碍的城市 让市民安居乐业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 基隆市为了要改善围停状况 从今年3月开始 陆续开放部分的骑楼 给骑士停车 市议员陈军佐在总咨询时 质疑这一项政策利益良善 但预留给行人的空间不足 骑楼内部规划成机车停车格 至少留有1.3公尺以上空间 提供行人通行 基隆市政府为了改善围停的状况 从3月起陆续开放部分骑楼 让骑士合法停车 基隆市议员陈军佐在总咨询时 关心机车骑楼停车的标准 依据内政部网站查询 市区道路及附属工程设计标准 第16条第一款 明确规范 人行道宽度依行人交通量决定 供行人之近宽不得小于1.5公尺 轮椅使用者通行宽度要90公分 普通人行走约60公分 两个加起来就要150公分 光90公分的轮椅 如果要回转的话 至少要150公分 130、150这两个选项 在六都里面都有这样的情况 那基隆可能是比六都的桃园、新北 都还要更紧密 那包括新北桃园也是130 所以我们是用比较严格 市长不好意思 我们是在讲基隆市 不要讲别的现实 我们就光基隆市就好了 我们目前还是努力在130 想办法能够做到 150我们还在努力当中 150要啦 要150 130真的是太小了 那等一下市长 你等一下下市议会的时候 去卫生局前面那条路 人行道看一下 麻烦你等一下去看一下 好我会去 谢国梁强调 在不影响店家进出 和行人通行的影响下 市府会针对不同的路段进行调整 至于行人通行 保留150公分的距离 市政府未来会继续努力 记者黄绍明金融报道 宽围35年 全国中小学科学展览会 即将在7月24号到30号 基隆登场 金融市政府不止加码补助 更集合了21所 传办学校师生的能量 全力投入 以海洋永续与科技创新为愿景 让各县市的高手 展开高水准的顶尖对决 一起来基隆 为期七天的 全国中小学科学展览会 暑假7月24号到30号 将在国立台湾海洋大学实体登场 金融市副市长邱佩玲 及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馆长刘火青 亲自启动活动仪式 为7月下旬的科学展览会 揭开序幕 科展奇迹 新兴巨龙 这个活动挣为了35年 以后在基隆办 那基隆今年也补助很多款项 希望办得非常好 因为35年没办了 那也希望借这个机会 让大家来基隆 看到海科馆 看到我们的海洋大学 当中我们也安排了42个摊位 很多的活动 我相信每个人来这边会物超所值 最重要的是看到我们年轻学生的生命力跟创造力 那今年是回复到实体办理 所以规模跟内容都非常非常丰富 很多以前省略的 今年都全部回来了 而且会更加的扩大 这一次把握这个机会 全国的家长 请把今年7月24号到30号这一段时间留下来 好好的规划 跟你的小朋友到基隆来玩一趟 做一个很好的亲子之旅 留下一个非常美好的暑假记忆 记者会现场也邀请到试赛优等的队伍 分享珊瑚概化对海洋酸化利弊的早到真相 及全球热议的悲伤与叹息 我们发现以学校的述种来讲 我们的龙树以及小艾染人的固碳能力是最好的 主办单位也与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合作 规划精彩的科展之夜 及科学之旅的参访活动 金融市与科教馆也邀请了 场观学单位共襄盛举 透过各式多元丰富的活动 要让全台湾的师生们都能到基隆 参加全国科展 探索科学热趣 记者蔡小军基隆报道 世界海洋日当天 金融市户外教育及海洋教育中心 举办首届海洋教育小主播比赛 各校参赛选手 做足海洋职业介绍的准备 赛况精彩 您对海洋产业的认知有多少呢 跳手 船长 临港 离岸风电 水下考古 海关 来自各校小主播将主题 海洋职业介绍发挥得零零尽致 也学到宝贵的经验 你就是要上台的时候觉得很紧张 然后一开始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就是很踊跃参与 银水人执照取得相当不容易 目前全台拥有银水人执照的不到一百位 又为大家介绍一个特别的职业 这个职业还被称为渔市场的饶舌歌手 他就是渔货拍卖员跳手 打败 打败 切切 主办单位基隆市户外教育以及海洋教育中心 期待利用新闻报导的形态 加强基隆学子对海洋职业的认识与关注 世界海洋日我们户外中心的话 想要突破传统 想办理跟海洋教育有关的小主播的比赛 所有的老师跟同学 就会事先针对我们设定的主题 事先去做研究 然后跟学习 我们觉得这是另外一种 对于海洋教育学习的一种模式 今年的话这样子事办 明年也会继续操作这样子的课程 比赛分为国中组与国小组 参赛者两到三人 以新闻主播报导一项特别的海洋相关职业 并由专业的评审进行评比 过程中也让孩子感受 直癌探索的魅力与重要性 基隆是一个海洋城市 我们在各校都会去推动海洋教育的课程 那我们特别在今天世界海洋日 办理这样的海洋小主播的活动 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 可以让孩子对于我们在地海洋相关的产业 有更多的认识 也希望他们对于海洋永续 海洋保育有更多的省思 跳脱传统模式 为年轻一代打开认识海洋职业的大门 并启发他们对海洋的关爱与保护 这是基隆士致力于海洋教育的具体行动 希望透过这样的比赛 让更多的学子提早认识与海洋相关的行业 记者蔡小军 七龙报导 也是一种很重要的优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根据内政部的统计 台湾新住民加上新二代的人数已经突破百万 民进党新住民事务部在全台各县市举办 信赖台湾新住民座谈会第七场来到基隆 民进党新住民事务部人员说明 包括教育部及移民署等中央部会 针对新住民所推出的多项福利政策 为了协助新住民朋友解决各项已然杂政 在党主席赖静的要求下 民进党新住民事务部在全台各县市举办 信赖台湾新住民座谈会 希望通过政策简报说明及面对面的交流 协助新住民朋友顺利融入台湾社会 目前各个政党里面民进党算是非常早成立 相关新住民事务的团体 尤其目前我们的新住民事务部 又是我们的一级单位 代表着我们对这件事情的重视 那尤其是现在的内政部长 也是负责新住民事务的 也是担任过去基隆社市长的林侯厂 所以我想今天在基隆的举办有很重要的意义 那我在这边也在祝福很多相关新住民议题 能够获得越来越多人的重视 那我也相信未来的赖总统接棒之后 新住民的事务也是我们国家重要的一个政策 包括基隆市议会议长佟志伟 民进党基隆立委参选张敏军 与多位民进党议员都出席这场座谈会 佟志伟强调基隆要迈向国际 就要先把境外民的新住民照顾好 我们基隆本来就是一个海纳百川的城市 那我们本来就有不同多元的文化 400年来有各国的文化在我们基隆 所以我们非常敞开双臂来欢迎我们的新住民朋友 那我们希望他们在这边是一个宜居的城市 所以我们希望让他们更融入 所以不管是我们在地就学在地就业 我想新住民跟我们都是一起 我们非常欢迎大家一起来跟我们在这个城市生活 我们也希望这个城市未来可以持续的进步 迈向国际的城市 首先就是要把新住民的朋友照顾好 身兼民进党新住民事务部主任的立法人罗美琳表示 新住民座谈会从南到北收到许多新住民朋友的宝贵意见 民进党会持续走遍全国努力倾听每一位朋友的心声 也期盼透过交流方式鼓励新住民参与公共事务 提高新住民朋友在社会上的参与度和认同感 一起为台湾打拼 信赖台湾 台湾加油 记者张祈腾 金融报道 有民众向市议员郑文婷反映 为在成功路桥下的平交道旁有严重的人车争道问题 到底是为什么呢 带您一起去看看 画面上这个人车争道的情形 是为在成功路桥下的成功一路 有民众向市议员郑文婷反映 现场道路狭窄 而一旁的花圃范围太大 建议能将花圃内缩 以疏解人车争道的问题 民众一再地跟我们澄清桥下的花圃 因为它有占据到道路的一个路面 所以在尤其是早上很多人来买菜的时候 会产生人车争道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因此它建议我们要把这个花圃向内缩 这样子道路的这个路宽可以增加 那行人也比较能够靠边来行走 而且车辆在行驶的时候 就不必再先往左再往右拉直 那这样子对于一个行车的一个 这个方向来讲的话 也是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行车的一个动线 那因此我们希望区公所能够来研议办理 会看现场经过讨论后 议员郑文婷要求花圃的师座单位 仁爱区公所能尽速针对花圃范围内缩进行研议 以改善人车争道的状况 为了要借助每一个迷途的少年 警察局特别运用原旧宿舍翻新 作为少府会新办公室地点 新的听设由专业的艺术老师彩绘 希望能让少年们心里少点压力 也期盼能曝露危险及偏差行为的少年健康成长 金融市警察局利用就有的宿舍 整修作为少年辅导委员会专属的办公厅社 由副市长邱佩玲 警察局长张树德 议长佟组委 副议长杨秀玉等多位来宾 共同接牌启用 我们警察局第一个先找一个很好的地方 那我们也全力在议会的支持下 我们筹入了很多的心力 包括我们各单位都会全力协助 我们深信青少年的时候国家栋梁 那就像刚刚局长所讲的 我们只要减少一个少年败 我们就少掉一个千年败 我们会让基隆变更好 过往被称为 愚犯少年偏差行为的少年 为了去标签化 现在改为曝险少年 秉持辅导先行工作原则 提前介入服务曝险 偏差行为少年 以减低少年触法机会 我们过去偏差行为叫做愚犯少年 现在改成这个 曝险少年 我想这是一个尊重 关怀少年的第一步 然后我们找了一个非常好的场域 然后也真正的尊重 可以关怀我们的少年朋友 让我们减少未来可能的治安事件 其实对我们基隆市民 安居乐业都有非常大的帮助 非常感谢我们基隆市政府 基隆市政府警察局 然后我们代表基隆市议会 再次的致上诚挚的谢意 警察局就宿舍翻新 作为少府会新的办公地点 外墙特别邀请了专业的艺术老师彩绘 希望能够让少年们进出少府会时 心里少一点压力 少府会是在少年队里面 那因为这个新法修正以后 要让少年去标签化 所以要独立在警察机关以外 那我们基隆 我们有一些这个老旧的宿舍 我们找了很久 就发现这个地方非常好 右边都是美丽的红弹山 这边气温各方面也非常 所以选在这里 那在这里有一个好处就是说 这些少年在这里可以身心灵都很放松 那这个时候社工还有社会资源运入 希望他能够远离危险的环境 离开帮派 离开毒品 离开这个各项的这个对少年 有害身心的这个环境 让他的家庭也好 他的父母也好 互动更加的亲子互动 那这样子他就远离这个曝险的这个情境 新的厅社市民环山 环境幽静 办公室设有专门的会谈室和辅导室 透过新的办公厅社启用 让少府会人员有一个舒适环境 照顾这些曝险少年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 基隆市民体育活动中心 施工拆除屋顶时崩塌 一名工人跳下平台逃生受到轻伤 市府已经勒令停工 要求厂商提出改善计划 核准后才可复工 铁皮天花板严重崩落 石块掉到地面 屋顶支架部分 以左上右下方向 直接往地面上插 导致天花板破一个大洞 基隆市民体育活动中心 因为漏水严重 去年7月开始整修 上周五进行拆除天花板作业时 突然崩塌 造成一名工人受伤 市府勒令停工 礼拜五下午厂商分包商 它是针对一些 现在看得到一些 在行架上面的一些线路 登局先做一个拆除动作 那县长也有吊车 配合一个作业 那目前我们看到它破损点 目前初步远上 大概是支撑灯 那个螺旋 都已经锈死 多年锈死了 可能这边在解除的时候 可能有一些拉扯力 加上这种锈死 它本身有一个长垮距的一个结构 中间都不能 因为配合网球打 你也不可能落住 那最后还是以结构技师 做一个初步团定为主 这大概是一个 结构技师再看看 有没有初步的分析的原因 那我们会配合结构技师的建议来做 一个安全上的一个修正后 才通议它开工 市政府都发出 邀及了市立体育场 台湾省结构工程技师工会 与施工厂商等单位人员 前往活动中心会刊 主要针对坍塌的原因 未来施工步骤及改善 进行检讨 这个柱子的高度变成两层都高 你看到原本底下有一个 看来可以帮忙支撑 撑住这个柱子 现在因为这边看来拆掉 整个柱子变两倍的高度 然后刚好因为这种钢架 它会有一个往外推力 所以可能就是 这一拆掉以后 这个推力往外推 那柱子又变长了 所以变成它柱子的承载能力不够 今天会邀请结构技师工会跟建筑师工会 建筑师工会至现场 现刊主要是厘清之后 后续他们针对目前已经坍塌的部分的相关处置 以及后续他们在复工之前 他们要提出相关的改善计划之后 在安全无疑情况之下 我们才会允许它复工 基隆青少年网球发展协会的主要的基地 那就是昨天也是听到 这个天花板塌下来的这个状况 然后今天就来来关心 然后因为青少年网球发展协会 在训练的时候 其实很多地方的天花板 就已经在漏水了 所以它的那个天花板 就已经就是衔接的部分 就是不是这么的坚固 确定安全有的以后 我们再来做一个复工 安全以及完工迅速的保障 是我们市民所需要的 这项工程 去年7月开工 9月间地震之后 继续发现结构更加恶化 因此变更设计 最佳的经费到 最佳经费到1亿元 停工3个月之后 今年1月复工 预定在今年12月完工 记者黄少铭记录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 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麦东 欢迎锁定美洲山晚上9点 基隆第4频道 欢欣赤赞 送回来 眼界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界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一花揭幕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推幅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 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 不要分享 不要按赞 不要惊慌 要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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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家集团关心您